週一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 投票通過了提交總統及國會的最終報告 報告多處談到如何與中共競爭 及保護美國知識產權與技術 報告圍繞加強領導力 人才 硬件和創新 四大支柱 提出建言 針對人工智能和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研究 他們建議披露更多相關美國大學研究經費 及合作夥伴關係信息 並創建一個含個人和公司信息的數據庫 以防敏感技術被中共軍方竊取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政府正努力和友邦形成聯盟共同投入研發 以保持在半導體 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領先中共 有高級官員表示 與盟友初步對話已經開始 其中 人工智能領域的聯盟可能包括以色列 半導體聯盟可能包括歐洲主要芯片生產國 及韓國和臺灣 出口管制聯盟可能包括印度 以及半導體製造設備主要生產國 日本與荷蘭 專家表示 行程聯盟本身就是艱苦工作 不過這些工作在川普時代就一開始 並打下很多基礎 如5G和芯片領域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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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